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15.2 介绍这个facade的pattern 然后呢 这个facade呢 我们从它的字意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文面 那么文面呢 就跟这个interface呢 有关咯 跟接口有关 然后呢 也跟adapter就有关咯 因为adapter呢 是来改变接口的 那文面就是接口 那interface就是接口 adapter就是接口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facade的pattern 都是在关心的 就是接口 然后呢 我们就从这个adapter来说起了 那这个adapter呢 基本上的用途呢 就是提供新的接口 然后呢 让这个clime 有更简单的一个接口可以用 或者呢 是要创造 这个 不知而易能用 或是要想创造 抽换性 例如说 在这一张图里头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adapter1 来包装了这个x的接口 然后提供一个新的接口 那adapter2呢 也包装了y的接口 提供了新的ia2的接口 也包装了z的接口 来呈现了新的ia3的接口 它的用意 啊 我们基本上 就是希望 这个x的接口 不要被clime 直接使用 啊 就是直接用这个接口呢 啊 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 啊 这一个啊 这个两边会产生高度的相依性 所以这边就不能抽换 啊 就没有变动的自由度 所以呢 把它经过adapter 把它包装了之后 那么 他只看到这个接口 至于这个接口被封装在这里 因此呢 创造了 这个的变动自由度 同样的 也创造这个的变动自由度 OK 这就是 我们在这里呢 比较 会把adapter放进来 的原因就是 希望 我们能够维持 我们的概念 就是这个 三边的 跟 这边是做分离的动作 然后中间 一个抽象的接口 来呈现出来 所以 包装的 原来的接口 呈现新接口 所以呢 adapter1 将x的接口 包装起来 把这个接口 包装起来 提供新接口 那2 把y 包装起来 提供新的ia2接口 那么 这个把z 包装起来 提供一个 新的ia3 这个接口 所以呢 进一步的将上面的 这个adapter的接口 把它整合起来 提供一个 单一的接口 就可以带给client 更方便了 因为目前的client 用了三个接口 对不对 那这个 越来越多的component 那么client呢 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呢 就把它 包装起来咯 这个就是用facade的类 把它的adapter把它包装起来 那么提供一个单一的接口 给它来使用 所以client呢 就只看到 这个facade的接口 它已经看不到adapter了 所以呢 这里头就可以做 更多的组合 更多的组合咯 然后就创造了这边 的一个内部组合变动的自由度咯 自由度咯 那么它可以 从这里透过这里再过来 对不对 或者把它三个组合在一起都可以 所以这里头呢 到底是三个两个 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可以随时改变 叫做随时变化 OK 那么整合成为单一的类 就成为facade的类别咯 它提供一个单一个接口给client 让client觉得方便使用 不过facade的类别 除了简化接口之外 也提供另外一个意涵 就是把xyz等等的这些类 看成是一个整体 它看成是一个系统 看成是一个系统 OK 所以那因此呢 就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系统咯 所以就变成呢 这个接口呢 就变成这个facade的 或者这个系统的接口 那这个就是 把原来的三间房屋 有没有 三间房屋 用了一个围墙 把它围起来 加个门面 就变成四合院咯 就变成一个四合院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整个四合院呢 就变成一个整体 一个系统 有没有 然后提供一个文面 就这样子 把它包起来而已嘛 围墙把它包起来 所以呢 基于这个facade类的含义 那它变成呢 整体这个系统的接口 那指系统内部的结构 以client之间 叫loose coupling咯 就是这边的结构的变化 跟这边是无关的 所以变成独立成长咯 所以子系统内部 就拥有高度的变动空间 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facade降低的client 跟 就有了这个facade之后 降低了这两边的相异性 所以创造了两边的这个独立性 所以降低的client 与子系统之间的相异性 让子系统呢 具备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这里头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例如说 这个子系统内部的类之间的关系 目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关系 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做改变 这就是 变化 这就是变化 就是用简单的系 包容无限的变化 创造的无限多个潜能 所以呢 就像这个15之5的图 你看它里头的结构就改变了 加了这个 等等的 它的结构改变了 但是不影响可爱 因此呢 创造了这个 这个系统内部的变动自由度 这意味着 子系统内部的变动 不会产生 千亿法动全身的人力效应 因此 获得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也就是它有 抽换性 它有新陈代谢的能力 所以它是一切活力的来源 OK 好 在这个子系统呢 它能够弹性的变动的时候 表示子系统的成长 不受限于CLINE 表示呢 这个CLINE跟系统之间 是一个loose coupling 输偶合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FASAD看成是C的 这一个部分 看成是一个C的 然后创造出一个空间 容纳的 这是死的 这个XY 这个部分是死的 OK 所以呢 FASAD塑造出一个C的空间 这是C线的部分 就是它的C的空间 能够容纳疫情死的对象 就是XYZ 就是死的 使得死的对象 拥有高度的变化自由度 这边可以被抽换 等等的 随时能够轻易的抽换掉 死的 这一个对象 就像四合院 所建构出来的空间里头呢 随时可以装进新东西 可以弹性的移出来 所以能够包容复杂的变化 并藏的无限的潜能 所以让人们 住在四合院里头呢 可以快快乐乐的成长 几千年来 都是这样 不是吗 所以一旦有这个 loose couple的关系 双方就独立成长咯 因此呢 这个climb 可以不断的成长 那么FASAD里头呢 也可以不断的成长 可以不断的抽象 等等的 所以它就展现出来 双方的各自发展 各自独立成长的 这个能量咯 这个能量咯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谈谈这个 Gun of four 这个设计模式的图咯 很多科学家 喜欢 乱中找细 乱中找细 而设计师呢 喜欢细中有乱 无论两者 是哪一者 他们都要呈现 简单的细 来包容这个 改变 包容这个 环杂多变 那么软件设计师呢 透过FASAD的 这个手段 也能够来创造 这个 细中有乱的 这样的一个 包含的关系 那 例如说 我们一般生活上 信封袋 可以把性子 封叶照片 等等都包进来 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一致的格式 因此呢 邮猜就很容易的 攜带跟处理 同时呢 细中有乱 比较重视的是整合 所以关键就在 关键在组合上面 创造某种的次序 来包容跟整合 复杂多变的内涵 这例如说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有一个media prayer 里头呢 还有我们的 这一个 media prayer的抽换性 那么 还有mediator 的这样的一个pattern 等等的 都是 创造的一个 像media prayer 这种 被抽换 它的一个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那 mediator 它是着重点 不在于被抽换 而是着重点在 让外围的组件 可以被抽换 那么它本身 可以拥有整合 还有这个 主导权 就是协调 OK 所以呢 创造的某种系 这个系呢 就包括这个整合跟协调 OK 那我这边刚刚说明了 就是 例如上一章 所谈到的 mediator 这样的一个pattern 那么它本身 就提供了接口 来包容很多 这一个 各式各样的 这个外围的组件 很多东西 会包进来 会包进来 对不对 然后 他们还提供了 这个综合整合的 就合有两项 一个叫做 结构性的整合 一个是透过CPU 来 控制他们的 这个逻辑上的 一个组合 那一个是结构上的组合 一个是控制的组合 例如说 一个汽车 那么 你可以把轮胎 配到引擎上 接下来 是引擎 控制轮胎 这是两种 不一样的合 一个是 结构上的组合 决定 你的轮胎 可不可以配上 这个引擎 另外一个是 在开车的时候 是由 这一个引擎 来控制轮胎的 那这个都是 一个综合的 一个展现 所以呢 就像集装箱 电视机的外壳呢 都是细中有乱 的这种作品 那么在软件上面呢 我们也有 这个facade 所以它里头呢 可以容纳的 多种变化 那这就是刚刚 这个facade的图 这个facade的图 它提 把这个复杂的 内涵 提供一个 一致的 这个jiko 一致的jiko 然后 像media prayer呢 是把很多的jiko 组合起来 又能够控制它 ok 所以facade呢 是原自化国以 表示一个建筑物的文面 就像我国的 传统的四合院 所以它是一个叫做 文面的模式 叫做facade pattern 在一个方形的围墙里头 有许多人也可以 装进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讲四合院 例如床铺 书桌 餐具等等 包裸万象 那facade模式 主要的用途是 将一个系统内部的 多个类别的jiko 把它统一起来 让主系统呢 不断的成长 所以呢 这个down of 4 在书里头就提到 软件设计的共通目的 就是确保 这个子系统的相依性 降到最低 那么子系统的 这个相依性呢 就是 它之间的沟通最少 也就是 如果你想 让子系统 与client之间的沟通 能够 之间能够独立发展的话 那这种设计 是最好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 你看它这个client在这边 client client client在这里 那么client跟这些的沟通 那么它都是经过这个单一的管道 所以呢 这个沟通client跟系统呢 里头的沟通呢 是最简单的 是单一的沟通的途径 所以呢 沟通的途径是最少的 那这样带来的很好的效果 那 反之呢 如果没有使用fasad 那么client端 直接就 这是client 直接就跟里头的component对接了 那这样子它的这个通信的管道就很多了 所以呢 这个接口呢 没有一致 所以会带来的它之间的很多的相依性 所以让这边的component 受制于client 因为你改变了它 就要改变它 不要改变它 不要改变它 所以呢 这个的变动自由度就被下降了 所以呢 我们里头就不容易变化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 简单的系 容纳这个千变万化 OK 因此子系统里头的类是共享的 一旦子系统的类 接口有所改变的时候 那么client就必须改变 这样意味着子系统的变化 成文就变高了 这是在讲说 这边client都直接使用这边的接口 那么如果这边的改变 那么client都要改变 这意味着子系统的成文变高 人们就不愿意去改它 因此就失去的变动自由度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 就是引进一个facade的对象 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然后呢 透过它单一的接口 来取得子系统各个模块的服务 那这样的做法呢 就得到一个新的结构 就是创造一个facade的类 然后呢 让大家都透过这个接口进来 那两边就独立了 两边就独立的成长 那这边就可以包容千变万化 用简单的系 包容千变万化 所以呢 如果系统内部有必要调整的时候 只要 如果这边要增加一个模块 只要改这里就好了 外边不用改 不用改 OK 所以呢 这样子就可以 只调整facade内部的implementation 不影响facade的接口 就不会影响cline 这样子系统的改变成本就降低了 因此呢 它就可以弹性的 抽换子系统里头的每个component 因此它封装了子系统里头的对象 就是讲facade 让cline不必跟许多对象打交道 就能够使用 也就是不知而易能用的一种表现 它降低了子系统跟cline之间的偶合性 通常指系统内部的对象之间 会有很强的完能性 那么跟cline之间就变成 这一个弱的偶合性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头呢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系统 因为它之间的关系比较强 改它就要改它 但是这样的一个整体呢 对外不要扩散出去 所以它们之间 就是这个cline跟系统之间是轻偶合性 内部这里是高偶合性 这个意思 所以呢 把这个 很强的相关性的 把它集合在社会里头 让这个外边跟内部 就变成了这个低偶合性 那就是facade pattern的一个用意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咯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咯 早 у маш mutant руг 好 4 ou